黑心搜水油事件让各界也关注国内的废食用油的去向 向环保署说清楚讲明白 不过处长魏国宴这段时间人却在国外 也被爆出在三个月内出国达36天 执意是无心国内业务 中午魏国宴他出面强调对于国内的废食用油烹波 愿意先跳出来协助各个部会来追查流向 吃下黑心猪油产品很多民众笑不出来 更烧出全台废食用油 环保署无法掌握流向的争议 当时人在国外的环保署长魏国宴 笑容满面拜会英国气候变迁委员会 还在脸书贴出到比利时布鲁制 参观民国初年外交官长眠的修道院 写下感性失文的照片 魏署长三个月内出国达36天 被批评喜欢出国多过于关心国内事 中午他出面澄清说出国也是魏的国事 署长魏国院强调每天都跟同仁通话 掌握发展并解释 小吃摊夜市费食用油 拿去资源回收再利用 并不是环保署的管辖范围 但愿意带头面对这个问题 因此会邀请各部会以及各地环保局 一起来言商对策 我们带个头没有问题 如果说先来从夜市 这个小吃店 我们先来访试一下 在一个月之内呢 会有一些比较明晰的 这个图像出来 另一方面环境督察总队上午也配合 检掉兵分五入 分别前往云林县跟屏东县 搜索违法油品业者 国内费使用油的数量确实无法掌握 环保署说会展开调查年底公布 目前可以确定的是 每年送往回收清除处理业者 以及出口的量 总共有三万五千多顿 环保署相信应该至少掌握了 总费油量的一半以上 记者有林陈信龙台北报导